超滑的 這間店也不排的 太滑了 飯也吃了牛 真的好吃 我這個大長的感覺很出色 嘩!Jeffrey 這條村炸雞超香 真的挺好吃的 嗨! 這次是我跟家姐兩個 帶大家一起去首爾 到達後我們就馬上在機場買了SIM卡 我們就選了這個KT的 5日27500W的SIM卡 我覺得它最好的位置就是 你在接機大堂一出 對著就是它的櫃檯 就可以賣到它的SIM卡 是非常方便的 出發市區我們就選了搭巴士去弘大 買了兩張6200巴士的飛 每人15000W 搭到去弘大 應該一個多小時就到了 嘻嘻 這間就是我們這次住的酒店 美居大市酒店 我自己也挺喜歡這間酒店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超方便 距離熊大站只是3至4分鐘的路程 而且它是2020年才開業的 所以整間酒店都是超級新的 一樓樓下就已經是便利店 主要olive yarn也是超級近的 晚上街上有小攤檔 所以宵夜都已經幫我們想好了 我們就預訂了1300元一晚 都算合理的價錢 那一開門就是這樣 我們馬上來開箱下一間房間 這裡就是一個衣櫃 然後就是我們的鞋子 還有夾腕 然後就是這個廁所 就是這樣 有一個咖啡機 還有一些濃烈 下面就是雪櫃 廁所就是這樣分開了 這個是洗澡 這個是免治的馬桶 然後這個堂木 裡面就有一塊全身的鞋 然後房間的部分 就是一張聊天 電視啦 可以搭google chrome card 可以搭電話 電腦 然後還有呢 它那裡有個speaker 是不是可以充電 然後就是USB充電 我們剛才在機場搭巴士 是9個字左右就到了 超快 舒服過坐地鐵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巴士 我們現在要出去吃這個 親愛的 親愛的奶奶 一隻雞 早點五下就已經有做這個 WOW PASS 它可以直接入港幣 或者其他不同的幣 然後它就會上做韓文 然後就可以當它是把debit卡用 我們已經在電話裡 安裝了APP 然後做了一個帳戶 然後就可以入港幣 我們剛剛入了每日4000港幣 WOW PASS 然後就插進去 我給它幫我們入點錢 一坐下它就自動多了 拿了一隻雞過來 然後它是 好像自然的雞 超香 還有一股蒜頭的味 就是這個味道 我不要吃了 蛋糠便 我們現在打算點煉糕 我們現在打算點煉糕 就是這個叔叔很兇 我真的不兇 尤其是他不兇 他的樣子很兇癢 我吃了 我吃了 他的煉糕的樣子 超美 其實明明它只是一盤雞湯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每次回來首宴都一定要吃 起碼一頓吃肉 因為它真的又抵抗又好吃 吃得超飽 都是每人不用港幣90元 所以我們每次都必吃 年糕 可以再久一點 吃一口吃 好啊 滴到都是 它還是超滑 看起來還是 哦 媽媽 要多吵 這道薯仔 這道薯仔 這道薯仔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它的雞 煮得很久 我都不聞 煮得很久 這裡有一個缺點 它是沒有冷氣的 只有風扇 但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令到它更好吃 這是一種風味 我們已經吃完雞了 還有幾個年糕 後面全部都是年糕 清醒了 韓國的New Balance 是真的漂亮一點的 你看看 超可愛的 超韓的 那些風格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真的很喜歡宏達這條街 我覺得這條街 很有氣氛 有很多小店 餐廳 很地位 然後我們去了Olivia 去買面膜 手信 在這裡都可以用WowPass 大家是不是覺得好像廣告 但是不是 我們剛剛在New Balance買了 一天一件衣服 然後現在就走去 喬村炸雞那裏 點了一半 應該是原味 它是 咖哩菜 然後一半就是 Honey 加起來就是 25,000 won 因為它要半個小時 我們現在 隨便再看看有什麼走 轉圈 我們回到酒店了 終於 然後我們拿回這個 喬村炸雞 超香 啊 吃東西了 又是吃雞 沒有了 不要喝了 好吃 這個 這個有沒有糖 嗯 它是 嗯 它是皮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Olivia買了的東西 第一樣就是這個 現在很流行的Vagol脆片 我們試了幾種味道 都真的蠻好吃的 它是有 熟米湯味 蒜肉味 蜜桃味 朱古力味 還有很多很多味 而且它有出這些石妝 上公司 就最適合 好了 第二樣就是 被荷妹力推的 這隻Skin Food 紅蘿蔔的Water Pad 我覺得它的鎮症效果不錯 最適合你化妝前 這樣敷一敷 就可以令到你的皮膚保濕 上妝也會貼一點 然後就是Tordon 這隻一定要買的Mask 是非常好用 非常保濕 然後旁邊也是Tordon 就是它們的護唇精華 我就當它是潤唇膏 我覺得真的蠻好用的 然後是這個 UNOVE的Hair Mask 也是很多人推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用適合 我覺得普普通通 當它是一個護髮素 你用的話就好像會比較好用 然後就是這個 ABIB的透明Mask系列 我非常喜歡這隻 綠色的多過唇保濕 除了保濕之外 還有鎮症消炎的效果 所以我回到香港也有回購 再來就是Foodology 燒脂的啫喱條 聲稱是可以替你 替你暴飲 特別是去旅行的時候 可以減肥 但我純粹當它是可以幫我 抹屎的素材 吃完之後 是真的去work的 那一天 我馬上拿了兩次 真的很開心 很欣慰 還有就是我們剛剛 在U-BALANCE買了 就是剛才試了那件 類似的棒球外套 或者單穿也可以 還有這個很漂亮的TAC 然後這件就是一件Foodie 它的Cream是很可愛的 綠色的字寫著NEW BALANCE 然後應該是電源 還是客人 超可愛的 然後前面就是一個波鞋 是香港不會看到的款式 這件是比這件Hoodie更貴 好像貴一萬元 今天我們實在太累了 沒有去到什麼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明天見 來到Day2 我們今天要去聖水洞逛街 因為沒有開咪的所以沒有聲 還要逛街才下雨 來到午餐我選了這間 在IG和小X書都很紅的 網紅餐廳是吃苦飯的 我的菜單全部都是韓文 所以我們現在用Google翻譯 我點了三文魚的苦飯 還有一個蝦滑冬菇 超好吃一定要點 然後現在就是點牛扒苦飯 加上就是五萬七千瓦 三百多港幣 我自己也蠻喜歡這間餐廳 因為很有特色 坐得舒服 而且最重要是不用排隊 味道是偏清淡的 但當然也好吃 最好就是跟朋友一起來 一邊吃一邊聊 超好吃的 你看我怎麼吃到 還有這個 香滑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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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到這個Emmy's 在我們剛剛吃東西的旁邊 即附近 小飾袋 放飯袋 這個很可愛 在街上 吃飯袋 放舊袋 這個呢 賣菜袋 這件也蠻漂亮 不知道有沒有貨呢 我看到人們經常說 這裏都只有顯示器 減不到 來到Martin Kim一定要看的 就是他們的Buckle Bag 我想全韓國的韓國 已經有一個這個袋 另外就是他們這個銀巴 也是非常熱的 我自己覺得他們的衣服 款式是特別的 是漂亮的 但質素真的一般 但又不是特別便宜的 就像這件封衣 它的款式是漂亮的 但一拿上手 就好像有一種 穿兩穿就會難的感覺 但也要差不多一千元 好像會有一種心理部份平衡 所以我就沒買到 接著我們去了Beaker 它是一間買手店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眾 或者韓國本地的designer brand 是蠻好走的 很冷氣 很冷氣 之後在Beaker附近走 很快幾分鐘左右 就來到這個大名鼎鼎的 聖水洞Dior 它比較想像中小 你們的照片看起來 好像很大洞 它現在有個展 然後每人出來的時候 都會派這袋 這麼張 挺漂亮 來到這間Rub Fish 好像是乳香和花蕾 沒有走的一間店 剛才買了這對白色 走得這麼累 我們就來了這間超紅的 Nian 坐下來休息一下 它是有很多間分店 而每間分店的裝飾都不一樣 而且它們最出名就是這個雪山包 我們就快點來試一下它 到底好不好吃 雪山包 先試一下 它很鬆軟 然後糖霜也會太甜 它是黑茶的味道 真的可以喝到它的茶底 這個雪山包是六千瓦 86元 這次是我和我姐姐 第一次兩姐妹自己去旅行 雖然平常都是天天見 但也很少只有我們兩個 可以逛街吃飯聊天的時間 所以這次來到首先 多了一些屬於我們兩個的旅行 都是很開心的 這麼快就是晚餐的時間 來自韓國當然要吃韓燒 這間的韓牛 它們是用了一家一家等級 是最高級的韓牛 而且它的裝飾都是非常有feel 是很傳統的韓式燒烤店 坐下也是整台的醬 配菜 坐下它就推薦了我們吃這個 這個是No.1 然後我們就點了一個 然後它來到是 它應該是屬於沒有那麼多油脂的 然後我們剛才就加了一盒這個 再點了 花蘭 還有牛蜂肉大樽 點黑一點 好多 幫我們換了一個炭火燒 很棒 很棒 學燒舊師釘 試試點它這個洋蔥汁 試試點鹽 怎麼知道它很好吃 好像很好吃 這個大樽的 嗯 還有一個 哇 韓國的飯 正宗的大醬湯 看這個大醬湯真的很出色 很美味 我喜歡就這樣吃也好吃 吃起來有一點好吃的日本米 這個是牛板劍 要吃了 這麼好吃 不是喔 這麼好吃 哇 這道菜很噁心 這個洋蔥薑很出色 吃點飯就不用了 最後兩塊 好吃啊 最後一塊牛 我一致認同這個比較好吃 吃點飯 吃點飯 還有一個牛 然後有洋蔥 真的很好吃 應該可以再來 如果有機會 我聽到你會 待會可以再來 又來 終於涼了 乾淨了 幸好我多點一份 媽媽不飽到 心口飽了 一直吃都看到整間餐廳都充滿著 超多不同明星的簽名 然後我們突然發現了一個很熟悉的面孔 嘩!Jeffrey 大家要認住這間 超好吃 推薦 Jeffrey 好像是朝鮮火爐 12點3門的 她是 還是阿波同款 看那個姨姨的樣子挺堅強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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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在我們酒店的斜對面 超級級 好啦我們又回到酒店了 又忘記開咪 這番咪快在做什麼 我應該是 大家在說什麼 不開箱 今天買了什麼了 好累啊 好啦拜拜 那些 不知道幹嘛 我們開了包這個 真的蠻好吃的 我打算再回去放手 混合 好啦 我們12日的首爾之旅就差不多了 我們之後會去更多不同的地方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的新片啦 好啦拜拜 bell四點讚 我們去吃龍蜥 你們 我們兩個 我們晚上